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投籃教學 首先聲明一下 這個投籃教學是參考大陸玩家常青術的研究來製作 有觀眾在實況上問怎麼投籃 我都是直接丟原影片網址 但是有人反應說大陸網站他沒辦法看 我也答應要做了 就再做一個 原影片網址會附在下面 超簡單講解版 要進求三個條件 對線、對點、對人 首先人、球、框、三點、對成一線是對線 然後瞄準到 對點、按普攻就可以進球 對人是每個人進球要瞄的點不一樣 先講妹子組 小美、慈悲、閃光、法拉 安娜、西梅塔都在這一組 另外島田兄弟的伴藏和元氏 還有露絲油和炸彈組都在這一組 另外是漢子組 士兵76、死神、麥卡麗蘭、露珠、殘牙塔 還有吳奇隆也在這一組 另外畢蕾、托比昂、Diva、多命女、星星和盾 萊因、哈特這幾個要另外講 正面球分兩條線 一條是漢子線、一條是妹子線 四條漢子就瞄上面 真的在瞄的時候 直接瞄橘色的藍框就好 大約在橘色的藍框下面一點點的位置 真的全瞄藍框有時候也是會近 是妹子就瞄 藍板下緣 如果是奪命女和星星 就瞄兩條線的正中間 側面球其實也是兩條線 中軸直線 我們用箱子跟櫃子看 兩者內側四分之一處的綠線 往上延伸 少女組就看粉紅線 旁邊有線可以對 少男組就往上拉一點點 因為少女組兩顆球都有東西可以對 剛要玩球可以先試試看少女組練手感 玩手再去練少男組 這些都可以自己開自訂來練球 托比昂比較矮 那人球框3點在對線的時候要用跳著對 那瞄的點會比少女組低一點點 如果是少男少女組都會 托比昂也不是問題 壁雷本身比較高一點 對點的時候就比橘框再高一點點 另外一個辦法是蹲下來瞄籃板的下緣 側邊球因為卡不進去 所以重線要對四分之一線的左邊一點點 那又因為太高會打不到球 所以一定要蹲著瞄 很像一樣是瞄少女線 當他是機械少女線就好 Diva正面很簡單 就比照漢子瞄準就可以了 側面比較困難 因為Diva機甲本身體積過大 跟壁雷一樣塞不進去 普攻高度也很高 沒有辦法靠偏移來修正 就只能打空心球 所以瞄準的準度要求很高 看圖中準星要切到置物櫃 切一半 左邊要盡量貼線 但是留一麥麥的位置 這個成功率比較低 要多打幾次 藍因哈隊就真的比較難 我至少測試了10場才成功 一樣 人球框對好之後 瞄準點對在籃球的線上 然後讓準星外援 對在離線出去一點點 而且 這要我再打出第二球可能也打不出來 也真的很不想試 非常佩服可以找出方法的玩家 希望大家可以順利投籃 不要搶不到籃球頭 就把人家球的惡性打掉 也不要被人家蓋了火鍋 等等就不幫人家補血 這樣不道德 簡單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訂閱按個like 有機會的話來看看我的twitch實況 謝謝大家